行ID它是文字 文字要怎么检查 数字要怎么检查 这就是我们现在应该要理解的事情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 如果说是文字 请问文字我要做什么检查 例如说第一笔 第一笔 第二笔记录 第三笔记录 那理论上我有多少笔记录 这是我们应该关切的 怎么做 首先我先移到最下面 END这个案件然后到最下面 所以我们总共有多少笔记录 就是多少列 1万列的记录 接下来我们第一个值排序 由小排到大 第一个值是1 最后一个值是1万 我觉得你还要再多做一件事 就是直接用里面的快速的工具 检查文字 第一个我们先看看有多少笔 第二排序一下 然后接下来 然后接下来 然后接下来行ID不可以重复 既然它不可以重复 首先 1.选到A这一栏 2.常用 3.设定格式化的条件 新增规则 接下来这边指格式化为1或重复的值 用特殊的颜色标出来 所以重复的水点格式填满 我们加个底色 这个底色给它用橙色 确定 确定 好了 我现在刻意的把这个7改成6 它就会标出来重复 但事实上 它没有重复 这要检查很重要